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老婆 老婆拿起 一个纸牌 丢 这个防毒面具 意图 这个手电筒 这拿瓶水 不急 千万不急 三瓶食物罐头 好了 梦幻开局 虽然没有拿到医疗包 我是想捡那个医疗包 但是我怕太贪了 贪到死了怎么办呢 贪死了可不行 儿子拿了 儿子第一个拿的 第一个拿就是儿子 我怎么可能不拿我儿子呢 对不对 第一天 你看 我第一个拿就是儿子呀 我对他多好 我多爱他 点一下地图 爆炸前一秒 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避难所 太险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 就能安然度过 听说汤罐头很有营养 我们避难所里面都是汤罐头 我们吃汤罐头 睡在汤罐头的上面 甚至可以跟汤罐头说话 第一天我们得直接过掉 第二天 没有武器没关系 我们有口风琴 口琴 口琴的话可以吹 吹死那帮土匪 把他们吹哭 然后点一下这个背包 点一下背包 第二天派我们的儿子出去 梦幻开局 第三天 没有关系 我们只有三个人疲劳了 我们儿子没有疲劳了 就没关系 太儿子出去 你看只能儿子出去 你看 第三天 我们第四天也不用喝水 虽然我们口渴 我们等到第五天 第五天我们在喝水 今天先不喝 再忍一忍 能忍我们就忍 因为物资很宝贵 没有水喝 没有食物吃 我们就会死掉 就算有水 有食物 也会被土匪啊 然后各种病啊 什么的搞死 所以这个游戏 活下来很难 脱水脱水脱水 这个一言 做一口水喝 虽然我们不是 那么喜欢吃蘑菇 但是既然 他们殖民了 我们一面墙上 我们也不客气了 我们要不要吃蘑菇 不吃 墙上找的蘑菇 如果吃的话 我们就会这个 变成荧光人 蘑菇人 中毒 第六天 虽然我们很饿 但是有些东西 我们永远不会吃 墙上的蘑菇 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女儿 今天不错 希望能保持这个状态 看一下这个 三个人的状态吧 都不错 什么声音是飞奔的马吗 我们冲到门口 看到两个人 穿得像是从中世纪集市 回来的 我们变出声音来源 一个人手里握着两块石头 不断地敲击 另外一个人 边跳边假装 自己是个骑士 他们说他们在寻找古董茶杯 但是迷路了 需要给我们看一下地图 给他们看一下吧 说不定会给我们宝贝 第七天 诶 儿子回来了 看看儿子给我带回来 什么宝贝 他们给我一发子弹 儿子带回来一瓶水 你他妈就带回来 一瓶水出去 七天 七天 一点必用都没有 算了 依然吃点食物吧 只有两罐食物了 不行 老子不给你吃 不给儿子吃 再过一天 看着我们三个吃 带着什么东西啊 第八天 看第八天状况 口渴 口渴 饥荒 饥荒了 就喂你一口吧 喂你一口 接下来把它饿一下 它就变乖了 变乖了之后呢 再让它出去摸物资 它就摸很多物资出来 第九天 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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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脱水的 我们三人一人 坐一口水 让它再看着我们喝 你看着我们喝 点一下背包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亲爱的 麻利真有日记的习惯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它把日记 藏在架子上的 生存指南里面 我们可以读一下 它的日记 不读吧 如果读女儿的日记的话 女儿可能会大发雷霆 第十天了 落落了一次 老儿子快渴死了 给它做一口吧 不得让他死啊 他还给我出去摸物资去啊 让老婆出去一趟 老婆状态非常好 老婆出去一趟 老婆出去摸点物资回来 第十一天 泰德玛丽贞 女儿休息了 我们耐心被消磨得无几 去外面看看 有什么新情况不错 黑暗中闪过一双 动物的眼睛 动物开始发出 吓人的咆哮 当机立断 我们用手电筒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哇 第十二天 口渴口渴饥 我们决定用手电筒 照照是什么 你猜怎么着 是一只狗 这个可怜的小东西 似乎累坏了 我们让它留在这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 我们开门 让它出去 它还没有回来 是一只狗 口渴口渴饥 今天暂时不吃不喝吧 等老婆回来 我们可以收听一下 这个收音机 说不定这个有物资呢 第十三天 脱水脱水 饥饥脱水 那我就看一下 饥饥脱水 依然吃一口喝一口吧 全家福吗 来个全家福 只要有食物跟水 我们就一直 能把自己关在里面 但最终还是要离开这里 我们点一下这个收音机 看能不能联系到军队 让军队过来救我们 第十四天 我老婆怎么还没回来 难道老婆死在外面了 政府来救我们 有一阵子了 我们不知道地面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听一下这个广播 老婆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们收到一个微弱的信号 是政府的紧急公告 外面的原子层大部分都消失了 现在很安全外面 可以 再过一天吧 等老婆回来吧 等老婆回来 我们只有一瓶食物罐头 跟一瓶水 老婆再不回来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老婆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回来 门口有一只狗 可怜的小东西 看起来又累又饿 给狗吃一罐食物罐头吧 卧槽 我只有一罐食物罐头 给狗吃了 我吃什么 完了 一罐都没有了 脱水脱水脱水 派儿子出去送死吧 两瓶水 老婆只带回来两瓶水 去了十几天 两瓶水 一点食物都没有 怎么办 一人喝一口水吧 然后派这个我们的女儿 派老婆出去接电话吧 老婆死了算了 老婆一点用没有 饥荒 老婆饥荒了 儿子饥饿 再派儿子出去 这个给我搜点物资 儿子就看你了 儿子 就看你了 你是我的希望 强大的触棚区 有一只猫 不能放这只猫进来 这只猫进来很危险的 地图点到这里吧 不放 第十九天 饥荒 饥饿 我肚子开始饿了 派我们的儿子 派儿子出去 儿子出去吧 第二十天 我老婆还生病了 这完全治不了啊 老婆饿了那么多天 都没饿死啊 你真的是很坚 真的是很坚挺 那也没办法 我救不了你啊 多洛丽丝看起来不太好 为他做点什么 这个给老婆看一本书吧 死前给他看看书 第二十一天 我老婆死了 老婆呀 你怎么死了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 希望儿子能快点回来 儿子再不回来的话 我也要饿死了 我也要饿死了 无线电有一种外语 我们可以继续听下去 带孩子们怎么办 听一下吧 苏联人 我疯了 我居然疯了 饥饿疯狂 哦 是煎饼 我们的朋友回来了 他似乎非常紧张的 非常紧张 跟着煎饼走吧 站上地服 哇 煎饼带我们找到了 三瓶食物罐头 漂亮 我活了下来 哎 吃一罐食物罐头 哎 漂亮 煎饼真好 今天收音机里面 音乐突然停止了 接到了军方的消息 啊 我们要用地图给他们指路 24天 哎 我怎么生病了 不能生病啊 兄弟 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想演奏音乐 然后那些可爱变异小动物 会集聚到我们的身边 仔细聆听 来 我们吹一吹这个口风琴吧 25天 哇 这边好多蟑螂啊 变异蟑螂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 当你的愿望 当你的愿望演奏几分钟之后 一群小便衣蟑螂 开始从墙缝钻了出来 他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他们绕着圈子 晃着小触角 要不是他们这么恶心的话 该多可爱啊 现在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 这些 跃动的蟑螂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我们 说实话他们也没惹麻烦 他们看起来很友好 充满好奇心 这个我们继续给他吹口琴 哎 儿子回来了 卧槽 这个儿子 生病饥饿 生病饥饿 饥饿疯狂 卧槽 这么多食物 这么多水啊 如果无法战胜他们 那就加入他们好了 我们发现蟑螂很想听音乐 所以满足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愿望 他们开始 欢阙月地的转圈 他们把这个排了 他们搬来了一罐食物跟一瓶水给我们 卧槽 蟑螂可以啊 我儿子找到了四瓶食物 关闯下四瓶水 卧槽 可以 一言吃一口喝一口 但是我生病了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只能派女儿出去 给我牺牲一下色相 来 给爸爸找个医疗包回来 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我就不给你吃饭 快给我出去 给我治病 第27天 饥饿饥饿 这儿子不能死啊 这儿子死了 我肯定要死 我不能死 所以说这个儿子再养一会儿 再派我们女儿出去 第28天 生病疯狂 饥饿 饥饿是吧 肚子饿是吧 给你吃 给你吃 煎饼回来了 但受了伤 煎饼要死掉了 煎饼要死掉了 没有医疗包 没有医疗包 再过一天 煎饼死了 第29天 生病口渴 饥饿疯狂 煎饼死了 把煎饼埋在了后院 我们不能吃我们的朋友煎饼 不能吃它 口渴口渴 来一言吃点水 爆炸前 我们的小镇非常古虎 我们回忆到一个叫吉米的老人 他有时一拳一拐地走过我们的街道 没想到他还健康地活着 依然无家可归 有些我们避难所的门 问我们是否要买一块石头 买块石头吧 第30天 我们可以放猫进来这个时候 不放猫进来的话 这个我们俩一直疯 又疯又生病 这个可搞不了 如果有猫的话 就把猫放进来 我们把能讨论的都讨论完了 没人继续聊天了 这个听一下收音机 第31天 多么幸运我们还有收音机可以听 到处都是蜘蛛 蜘蛛的话用书本拍死 女儿不在家 女儿在家或许会变异 第32天 精神错乱 我要死了 我必须放猫进来 没有猫啊 我开始精神错乱了 今天晚上 泰德今天做的事情真是荒谬 吃晚饭时 他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开始用拳头打挂在墙上的防毒面具 他狠狠臭骂 揍了这个东西 显然他把防毒面具误想成 碰我们罐头的嗜血陌生人 他把这个罐头 他把这个面具给打爆了 卧槽 没有防毒面具可怎么搞啊 再过一天 疯了呀 第33天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 赶紧吃喝 外面的骚动只能是土匪造成的 我们的女儿可能遇上土匪了 卧槽 女儿也死了 女儿也死了 儿子 这个时候就你能救我 儿子要 我们再派儿子出去 这个儿子要给我带回来一个医疗包 我们就能活下来 儿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儿子 一定要活着回来 就靠你了 来派儿子出去 儿子 快点回来救爸爸 第35天 生病 精神拓乱 疲倦 我们的儿子去了荒地 真不知道他如果回不来 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就死了 全员集合有人在外面 似乎不太友好 事实上他们已经17次威胁 说会让我们死得很惨 这个我们吹口风琴 第三十六天 口渴生病 他们放下武器 甚至流了几滴眼泪 被我们优美的音乐打动了 他们会放过我们 至少是今天 喝点水吧 给我沿蚓 医生 医生 给他们水 他们会不会给我医疗包啊 第三十七天 生病 精神拓乱 一瓶干净的水 给他们了 他们好像没有这个东西给我买 再过一天 希望儿子能回来 儿子呀 快回来啊 第三十八天 生病 精神拓乱 疲倦 做长远的打算 通常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现在我们应该对饮水配给的计划更感兴趣 除非给泰德找了药物 不然他可能再也吃不到汤罐头了 要尽快 泰德看起来有些失常了 失常了 有没有猫啊 哎 猫来了 一位脏 一位 尖伤背着脏兮兮的袋子 前来拜访 他提出一笔简单 且一次性的交易 只要给他一个汤罐头 就可以获得袋子的东西 咳 但是不能看袋子里面有什么 猫来了 结束 卧槽 我病死了吗 猫一来我就死 我操 哎呀 这我就难受了啊 这我好难受啊 病死了 哎 要是有医疗包的话 我就不会病死啊 我就还有机会能活下来 其实还有机会能活下来的 中文字幕国陈兰 对 离娱 KAT 感谢观看